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又到了青春之歌的时间了 3点06分 上个小时回忆了完大家小时候的暑假之后 我想在田里应该是没有这么的流行 带着Walkman听歌吧 好像小时候的流行音乐 只有被困在都市里面的小孩子 才会有感觉吗? 对啊就像我之前分享的嘛 我小时候在家暑假在家就一直看电视 每天看花系列 然后看什么 还有什么我爱农村喔 我爱农村我真的不熟耶 闽南语新闻 课语新闻 那你应该有看一些黏土动画吧? 中国民间故事 有啊 什么柯拉传奇喔 我不太确定天明是什么 然后童话故事啊 然后再来就是花系列才会听到一些 流行歌 所以就是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嘛 哇那个是太经典了 主播他在田里可能是听他阿公阿嬷带那个音响 音响里面会放阿公阿嬷想听的广播频道 对对对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02-363-9955 2-363-9955 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 从倔强笑着又痛不说 每天这个时候 心都特别寂寞 在重点吹风泪会流 回想你在的时候 我们多快乐 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 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时光 沮与沮丧的失望 热闹并不能让我被切放 求情也不能让我健忘 喝吧 沉默的喝吧 朋友别怪我要讲有没讲 心里太乱会像哑巴 每天这个时候 心都特别寂寞 像孤单单在大海游 不确定方向没错 又不愿掉头 当听谁劝我换个梦来做 总倔强笑着又痛不说 每天这个时候 心都特别寂寞 在床边吹风泪会流 在床边吹风泪会流 回想你在的时候 我们多快乐 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 就觉得胸口变得暖和 每天这个时候 心都特别寂寞 心都特别寂寞 在床边吹风泪会流 回想你在的时候 我们多快乐 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 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来吧 打电话给我们 就让我们彼此的胸口暖和起来 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有没有哪一首歌曲 会让你想起某一个人 某一段时期 某一件事情呢 听到的歌曲 是来自于张克凡的 《寂寞轰炸》 轰炸鸡腿好吃 轰隆隆隆隆 冲冲冲冲 引擎会发动 最近的青春之歌 这两天 可能很多人会开始怀念 Mew朱丽静 因为朱丽静的歌 也是陪伴了我们的 当然对我们来说 朱丽静的歌可能太行 可是对现在二十几岁的 年轻朋友们来说 朱丽静的音乐应该是陪伴他们 很重要的一段时期的 0223639955 嗨你好 喂 你好 马克玛丽好 我是台北的小鱼 小鱼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呢 我的青春之歌是动画观高手的片尾曲 直到世界的尽头 那就是最近又引起你灌篮高手梦吗 对 因为最近就是他们有发布说 今年的冬天会在就是有动画 对 然后就想起小时候就是因为看了灌篮高手的动画 就是很喜欢打篮球 然后想要去当篮球国手这样 哇 然后这段就是年轻的故事这样 对 你那时候看过来高手梦特别喜欢谁吗 嗯我喜欢仙道 仙道 所以真的因为看他们这样 就每天都很积极的练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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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对 然后就是下课十分钟也会就是赶快跟同学去 篮球场 篮球场 然后暑假也是顶着大太阳 把自己晒成跟黑炭一样 然后就是拼命的打篮球 对 好的 灌篮高手片尾曲待会为你送上咯 谢谢 拜拜 拜拜 心中中会有红花梦见一幅画 有我和他 微笑的我 穿着长长的白衫 打了一打 中一打中一打 中一打 他的步伐 让我的世界 起了大变化 打了地打 中一打中一打 他的护杀 会像一个家 为他生一个胖娃娃 Oh my god 怎样怎样 不想为人家生胖娃娃 是不是 为人家生一个胖娃娃 自己会变一个胖娃娃 擔心 擔心体态 擔心擔心 02-2363-9955 嗨嗨妳好 微微 嗨妳好妳是 贝儿 贝儿 贝儿妳的青春之歌是 招早喊的Aurora 有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 没有就是很喜欢招早喊 哦 所以你小时候就听这样小孩吗 对 没了 也没了 拜拜哟 贝儿 拜拜 好轻声细语的贝儿啊 真的 他的办公室一定非常的安静 但是跟大家说说 我们的青春之歌 需要你的青春回忆与青春故事呦 02-2363-9955 2363-9955 2363-9955 仙道章 一对一只是一个战术而已 如果你不了解这一点 你就永远都不可能打败我 没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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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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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